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失败者 都是成功者 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体验失败 就是为了体验贫穷 就是为了体验痛苦 就是为了体验疾病 没有一个人灵魂愿意来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带着特殊使命来的 你之所以今天活得不成功 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自己的罪 没有找到自己的轨道 365行行行出状元 你一定是某一个行业的状元 在某一个行业 没有人可以干得过你 那个行业就是天生为你而准备的 你之所以不成功 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自己的轨道 那今天晚上的课程 我们就要让每一个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轨道 让众生各规其道 各行其事 自行运转 这就是周老师的使命 想象一下 如果全球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知道 自己生下来是来干嘛的 每一个人都能 跟随自己的最高幸运 都能够做自己爱的事 陪自己爱的人 去爱的地方 你告诉我 那个时候这个世界 就真的就是天堂 如果你喜欢做一件事 你做这件事是心甘情愿的 这件事就是你的天堂 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件事 你是卑鄙无奈的 你是为了钱 你是为了责任 你是为了交房租 那那件事就是你的地狱 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 财道呢 也就是找到自己的轨道呢 也就是找到自己的使命呢 财道是什么 财道是什么 财道就是你的轨道 那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轨道呢 今天我不会把答案直接告诉你 我会在一整晚上的课程里面 让你们从中自己找到自己的答案 财道 财法 财术 财气 财法是什么 财法就是梦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 有人的梦想可能成为画家 有人的梦想可能成为演说家 有人的梦想可能成为企业家 有人的梦想可能成为科学家 有人的梦想可能成为物理学家 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 那个梦想就像一盏明灯一样 它会照亮着你 让你找到所谓自己的使命 让你找到所谓自己的天命 让你找到所谓你自己的轨道 那财术是什么 既然我们带着使命来的 老天爷为了让我们来完成使命 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一把工具 那把工具就是我们的倚天剑 就是我们的头用刀 财术是什么 财术就是我们的天赋 你记住人人都有天赋 这个世界人人都有天赋 那些所谓的被俗世当中 称为天才的人 他只是因为把自己的天赋 练到了极致 而且只干自己天赋以内的事 把他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他们被你们称为天才 而那些所谓的庸才 就是因为他做的是自己不擅长的 做的是自己不热爱的 他终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 那财气是什么 财气就是万物 万物皆是气 万物都是你的工具 今天不管是钱 不管是性情名利子 不管是房子车子老婆孩子 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的工具 都是为了让你来实现 你人生伟大使命的一个工具 而我们今天非常悲哀的就是 我们沦落成了工具的工具 我再说一遍 在你没有觉醒以前 你找不到你的彩刀 你找不到你的天赋 你拿不到你的倚天剑 拿不到你的屠龙刀 你这辈子就会庸庸碌碌过此一生 但是当你一旦觉醒的那一瞬间 人人皆能找到自己的轨道 人人皆能发现自己的天赋 那如何让自己瞬间觉醒呢 你可能现在是个抑郁症患者 你可能现在是个癌症患者 肿瘤患者 你现在可能深受贫穷负债的折磨 那是因为你没有醒 你醒来以后这些问题会瞬间波落 你可能现在正在被婚姻折磨 正在被人际关系折磨 你醒了以后这些问题都会瞬间脱落 一旦醒来你这辈子能学到的所有一切 都证明你本事就有 你是原本居住的 如果你没有醒来 我教你再多东西你也用不出来 所以来所有人把笔记本合上 来所有人坐直 量子物理学研究这个宇宙的真相 在物理学界我们有两种物理学 第一种叫做普通的经典物理学 那他们希望能够看到宇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要想知道宇宙的本质就得跳出宇宙 人类现在的探测器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连太阳系都飞不出去 你更不要说银河系 更不要说整个宇宙了 换句话讲就是向外探索宇宙 离开宇宙 看宇宙 这个方法行不通 所以我们才发明出来了量子物理学 我们希望向内球来找到这个宇宙的真相 今天我们拿着放大镜 放大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 不管是人体 还是这只麦克风 还是音响 还是石头 还是桌椅板凳 放大到最后 是分子 是原子 是电子 是质子 是夸克 再往下 叫上帝粒子 上帝粒子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 人类发现这个上帝粒子 就是组成全世界所有物质单位的 最最最最小的单位 它不能再小了 所以叫上帝粒子 但是这个上帝粒子很奇怪 你观测它的时候 它就是上帝粒子 你不观测它的时候 它就是能量波 这就是物理学 现在最前沿的叫做超悬理论 就是那个东西像悬一样的存在 你说它存在 它就存在 你说它不存在 就不存在 你观测它 它就存在 你不观测它 它就不存在 再直接一点吧 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体 其实是空的 今天这个全世界的物质 其实全是空的 说到底 它都是一堆上帝粒子的振动 万事万物皆是振频 如果有一天你觉醒了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能量波 都是一个上帝粒子的振频 那低频的人 会吸引低频的人 会吸引低频的事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那高频的人 会吸引高频的人 会吸引高频的事 进入自己的生命当中 那什么是低频的人呢 骗子 疾病 痛苦 车祸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低频的 包括负债 包括生病 包括破产 那什么是高频的呢 贵人 财富 健康 好运 换句话讲 其实万事万物 它只是一个能量波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当你能量很高的时候 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 什么都顺 但是当你不顺的时候 我操喝口凉水都塞牙 什么都不顺 因为你的那个能量振波 就会显化出是正频的人和还是负频的人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希望众生觉醒 倘若全人类人人都觉醒了 人人都成圣成贤了 这个世界才能真真正正的拥有和平 这个世界就再也不会有战乱 再也不会有抢劫 再也不会有强奸 再也不会有那些恶 只有人类觉醒了 这件事才能完成 马云说 我的梦想是用我的商业让人类再繁荣一百年 马斯克说 我的梦想是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帮助人类移民火星 因为如果第三次大战打的是核战争 很有可能人类会全部在地球上消失 人类文明就断绝了 但是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如果人类不觉醒到火星了 那继续打仗 把火星炸没了怎么办呢 这不是终极 终极只有一条 那就是让人人都觉醒 很多人说人人觉醒这件事太难了吧 当年佛陀也没干到啊 老子也没干成啊 耶稣也没干成啊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灵界直 那个灵界直到了 时候到了 2023年 整个地球会进入精神文明的时代 这个世界正在加速 你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显化的会很快 你有一个负面的念头 它很快就会显化一个负面的事 你有一个正面的念头 它很快就会显变一个正能量的人和事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新的风神演绎正在上演 整个地球正在扬升 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佛祖说我的这串念珠我摸过是有能量的 给到他的弟子变成了他的一波传人 这上面有我的能量 我们以前认为这个东西叫做一信 但是今天的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说 今天这个事物不管它是什么 只要我摸了 它上面就有我的DNA残留 我把这个珠子拿到万里以外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两个 我和这个珠子都在被能量监测 以时时刻刻监测 如果现在给我放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是个喜剧片 我人生我的能量会自动到540 而当我到540的时候 这个珠子会瞬间能量也会到540 给我看一个恐怖片 我很害怕 我的能量降到了100 这个珠子会瞬间 瞬间降到100 这叫无惧 这叫量子纠缠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佛陀讲的很多东西 今天的科学正在论证它 正在验证它 就像佛陀要喝水 他的弟子给他拿了一杯水 然后佛祖说了 这里面有84000生物 他的弟子说 啥也没有啊 就是一杯清水啊 很干净啊 怎么会有84000生物呢 直到今天人类发明了显微镜 我们打开显微镜 对着一瓶水 你会发现那里面就有84000生物 那里面全是微生物 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显微镜是能看到的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科学家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 他们发现猴子喜欢吃番薯 然后呢 他们故意把那个番薯里面 放了很多泥巴 然后这个猴子拿到这个番薯以后 就要抠半天 抠半天把皮全抠掉 然后才能吃那个番薯 因为他不想吃泥巴 人类呢 就故意在一个山泉边 看到几只猴子 他拿了一个番薯 在那个水流下 冲一下那个泥巴就掉了 然后就可以吃了 有两个猴子看见了 这两个猴子就学会了 当这两个猴子学会以后呢 别的猴子看到 这两个猴子喜番薯 他们也学会了 慢慢的慢慢的 学会喜番薯的猴子 越来越多 有一个临界值 这个临界值到了以后 当有三千多只猴子 都学会了喜番薯以后 在下一秒 全世界所有的猴子 全部学会了喜番薯 不管见没见过 换句话讲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 这个世界上有 三千六百人 是觉醒的人 很可能全人类 都会因为这三千六百人 而瞬间觉醒 在洛杉矶 越高 越黑风高之夜 是他们犯罪率 最高的时候 怎么样打击罪犯 这个犯罪率都下不来 后来呢 他们的就找到了一个 专门做心理咨询的 一帮做修行的人 他们就在那一起 冥想打坐 他们冥想打坐的能量 都是在六百分 七百分以上 你们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情吗 洛杉矶的犯罪案件 数量值日下降 而这些人 没有打坐的时候 没有发出那样的冥想 那种和平 那种磁场 那种正贫的时候 犯罪率又恢复如初了 所以万事万物 皆是真贫 接下来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好不好奇 那些负债累累的人 那些夫妻感情不好的人 那些找不到轨道的人 那些身体得了疾病的人 他进入了周老师的圈子 没过两年全好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个秘密是什么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比较慢 也就是累积福报 一件一件善事干 干两千件好事 是可以转运的 但是比较慢 还有一种 这个方法我不能告诉你 你自己去悟 这匹马 他不小心掉到了沼泽地里 他发现他越挣扎 他陷得越深 越挣扎陷得越深 到最后 他自己都放弃了 这个马自己都放弃了 当这些牧羊人 走过来 看到这匹马的时候 他们没有去伸手 拉这匹马 他们知道 人 就算所有人一起 拉这匹马 他也救不出这匹马 所以到最后 想了一个办法 把马群赶过来了 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 的时候 我一头雾水 马群赶过来有啥用 人都帮不了他 马能帮不了他吗 马群来了以后呢 就让马群 围着这个沼泽地在那跑 嘎嘎跑 刚开始那匹马 没反应的 跑着跑着跑着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到最后这个马 开始往外蹦了 蹦一下 他沉得越深 蹦一下 他沉得越深 但他没有放弃 马群跑得越来越快 这匹马蹦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直到最后 他跳出了这个泥潭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为什么 这匹马像不像极了 一些负债累累的人 像不像 他本来都已经放弃了 但是有一帮人 在他面前赚 一帮人在他面前晃 那个能量磁场 瞬间把他的那个正品 给他拉开了 还是那句话 一个打工 打了一辈子的人 他身边所有的人 都在打工 他身边所有的人 都赚钱好难 他身边所有的人 一年赚超过20万 他怎么敢想 他能成为亿万富翁啊 但是当他走进了 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 所有人都是创业者 投资者 来自全球各地的 企业家投资家 动辄都是几个亿 几十个亿 几百万的人 他跟这帮人在一起 待久了 刚开始待的时候 他可能会很自卑 待久了 他会觉得 我也可以